大家好,欢迎来到 HSK 汉语课堂。 我是陆云 from Peking University,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学习汉语。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成功的经验。 来看我们要学习的词,养成,管理,指,故意,备,诚实,文章,安排,寒假。 好,我们一起开始学习吧。 养成,to develop,我们经常说养成什么样的习惯。 比如,孩子从小要养成管理自己的好习惯。 我们再看一个句子,他养成了自学的好习惯。 指,管理自己,指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诚实,诚实这个词,指的是从来不骗人。 我们来看这篇小文章。 孩子从小就要养成管理自己的好习惯。 管理自己不但指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更重要的是时间管理,让孩子会计划自己的时间。 今天应该完成的事情,就不能故意留到明天。 这样才能事半功倍。 好,我们再读一遍。 孩子从小就要养成管理自己的好习惯。 管理自己,不但指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更重要的是时间管理,让孩子会计划自己的时间。 今天应该完成的事情,就不能故意留到明天。 这样才能事半功倍。 我们一起来回答一下这两个问题吧。 孩子管理好自己,主要指的是……对,时间管理。 怎样做,才能事半功倍。 今天的事情,今天做。 好,让我们来听一段对话。 在听的时候请注意,女的觉得自己怎么样。 三十三 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些您的成功经验吗? 我觉得要重视平时的积累,要多向周围的人学习。 那您觉得您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 是诚实。 女的觉得自己怎么样? 我们刚才听到了优点,和优点相反的词是缺点。 这个女孩子有很多的优点,我最大的优点是诚实。 还有什么优点呢? 重视平时的积累,要多向周围的人学习。 好,我们再听一遍。 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些您的成功经验吗? 我觉得要重视平时的积累,要多向周围的人学习。 那您觉得您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 是诚实。 女的觉得自己怎么样? 我们一起来看这道题。 女的觉得自己怎么样? 很诚实。 你答对了吗? 好,我们再来听一段对话。 三十一 李教授,这几篇文章您什么时候要? 不急,你自己安排,只要在寒假前交给我就行。 没问题,我肯定会提前完成的。 那样更好。 李教授什么时候要那几篇文章? 好,我们再听一遍,请注意这些词。 三十一 李教授,这几篇文章您什么时候要? 不急,你自己安排,只要在寒假前交给我就行。 没问题,我肯定会提前完成的。 那样更好。 李教授什么时候要那几篇文章? 什么时候要? 对,寒假前。 刚才的题你都做对了吗? 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今天学过的词吧。 养成,管理,只,故意,被,诚实,文章。 and the matter word is 篇,一篇文章。 安排,寒假。 好,你成功的经验是什么? 希望你参加我们和分享你的经验。 再见! 下次课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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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